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家播出 第85集 回家 杜曲没有做评论 目光沉静 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徐贵舟用手擦了一下眼泪 夜风吹在脸上伸出凉意 那时候挣扎了好几天 吃不好睡不好 真好快要放假 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去爬山散心 想趁机离开家的时候想清楚 可谁知道在夜里竟然遇到暴雨 五米开外就看不清了 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幸好被消防员救下来 第二天我爸妈就坐飞机赶过来 抱着我 然后又是哭又是训我的 看着他们担心我的样子 我没有办法开口 我不想失去他们 不想离开这个家 我跟自己说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和以前一样过日子 他少少一顿 我真的就这样假装没有发现 什么都没有说 都快十年了 有的时候自己会觉得 当年的事就像做梦一样 可是我能瞒得过别人 瞒不过自己呀 只要想到 因为我的原因 爸妈的亲生孩子在其他家庭生活 可能过不好 可能在受苦 我就很内疚 有的时候连想都不敢想 我实在是太自私了 杜取手指动了动 想做点什么 却没有动 徐贵舟视线跳过他 看着远处搭建的临时安置房和帐篷 欢欢说 其实我从事消防 并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理想 被救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能像消防员一样去帮助别人 可能我心里也会好一点 我能安慰自己说 我不是那么坏的人 可是 两年前的那件事 我又害怕了 那么多队友牺牲 前一天还看着好好的人 第二天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看到他们的尸体 心里怕得要死 我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自私懦弱的人 对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是太没用了 她的眼泪不停滚落 身上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光了 身体一软 整个人蹲了下去 她抱着膝盖 泪水模糊了双眼 杜取突然蹲下伸手抱住她 动作轻柔 在触碰到的时候 她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 她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背 徐规周埋头咬着唇 无声哭泣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 她泪眼朦胧地抬起头 问她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杜取认真地看着她 你不是已经想清楚了 徐规周满脸泪痕 扯着嘴角笑了一下 她慢慢站起来 两手胡乱地擦着眼泪 眼眶通红 眼神却很清亮 回去吧 两人一路沉默地往回走 快要走到休息区的时候 杜取突然叫住她 规周 徐规周停下来侧过脸看她 杜取目光静静地落在她的脸上 凝视了两秒 过去的事无法改变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要在心里再责怪自己 她的声音很稳 也很有力 为什么要逼着自己高尚完美 有缺陷不是很正常的事 你首先要接受自己 徐规周一冷 没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 看着她走进门里 杜取站着半晌没动 沉默口袋摸了摸 没带烟 她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长吐一口气 她很心疼 为另一个叫徐规周的姑娘 转眼十天过去了 应急厅消息 终止地震二级应急响应 按照联合指挥部署 各消防队伍陆续从灾区撤离 这天一大早 曹队就集合大队全员准备离开 县里组织了欢送队伍 在县城门口敲锣打鼓 还自制了几十份粮膏 摆放在桌上 消防队伍出来的时候 灾区人民全部都围了上来 非要让队员们吃一碗粮膏再走 曹队大声命令 李政 收起 身着橙色救援服的队员 笔直战成队列 曹队喊 敬礼 全体齐刷刷地以下敬礼 动作整齐划一 来送行的人们 一个劲地表示谢谢 亲切热情地 把梁高送到每一位队员的手里 有几个年轻队员 偷偷地眼眶都红了 等上车开动之后 路上两侧 不断有人挥手示意 徐贵舟坐到车窗旁边的位置 看着一路上 真情实意地道谢和道别 心里微微地暖意 他还看见 那天夜里从废墟带回来的女孩 追在车旁边跑着 不断地挥舞小手 他也对她着手 用口型对她说 好好的生活下去 车子缓慢开过县城主路 杜曲站在送别的人群末尾 在车子一晃而过的时候 他扬了扬手 对徐贵舟笑了笑 徐贵舟忙回头去看他 车子渐渐开远 所有的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下午的时候回到家里 徐贵舟洗了个澡 身体十分疲惫 他却像是绷着一根筋 无法入睡 他拿出手机 看到杜曲的消息 我后天回来 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徐贵舟觉得杜曲说的事 应该就是那天夜里 他说的 事后无论怎么想 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心里藏得那么深 连做梦都不敢说出的秘密 就这么轻易地全部说了出来 那晚过后的第二天 他就有些懊悔和丢脸的感觉 且连好几天 都有意避开医疗队那里 就怕和杜曲碰面 他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显露出来 既卑劣又怯懦 自己都不想细看 别人会有什么感受 徐贵舟把手背放在额头 心里百味杂陈 又有些隐隐地难受 让他看到这么难堪的自己 手机震动一下 他拿起来度取问 到家了吗 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 到了 他似乎远隔百里 还猜到了他此刻的情绪 徐贵舟问 那你在干什么 杜曲说 休息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对父子 把血缘的事情讲开了 感情还是很好 随后 他发了张照片过来 父子两个在病床旁边拍的 两人都是眼睛泛红 但脸上淡淡的笑容 已经没有一丝隐霾 看着气氛很好 徐贵舟看着照片 刚才那些乱糟糟的一团想法 突然就平静下来 他握着手机 还想着要回什么 突然浓烈的睡意清洗过来 眼皮发沉 他翻了个身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这一觉 睡了足足十二个小时 幸好这天是休息 徐贵舟起来 舒适了一下 对着镜子看自己几秒钟 两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脸 啊 是 不能再逃避了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 等你哦 我们下回来